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兄弟兄姐妹大家好 当我们讲到门徒训练的时候 在近代我们很喜欢引用提摩泰后书二章二节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是保罗写给提摩泰的 吩咐他要交托那些忠心的人 而忠心的人就会继续教导下一代的信徒 即是给我们有一个代代相传的观念 保罗交托提摩泰 提摩泰交托那些忠心的人 那些忠心的人继续去教导下一代的人 这个观念其实除了应用在提摩泰后书二章二节 就是讲到教导神的说话那方面主要 但其实在作为建立门徒整体里面 这个观念也很合适一个代代相传 今天我们被人造就成为一个门徒 我们也装备造就其他人成为主的门徒 以至代代相传 每个人都有责任接受装备 亦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建立其他人 在这里特别我想提到在事奉上 特别是愿意承担教会的一些事奉上 我都希望每个人都有这个观念 一方面我们愿意接受装备和接受邀请 勇于去尝试事奉 但另一方面当我们在事奉的时候 要有这个心态有这个心志 去栽培其他人去接败 去到有一天我们甚至乎要有这个胸襟 放开给其他人去尝试去继续延续下去 我相信在每一个阶段上面 都有个难处和我们学习的地方 在最初的时候可能最困难的 就是我们有这个勇气要承担事奉 因为当我们回到教会很久的时候 我们自然知道教会是人走在一起 有人走在一起 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 当走在一起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有磨擦有冲突 很容易令到我们在事奉上气馁 做了一点点 被人说两句我们气馁 与其那么辛苦 为何要做呢 为何要承担呢 另一方面当我们在做 我们可能专注去做好我们面前的事 而我们忽略了 其实我们要栽培下一个梯队的弟兄姊妹 去侍奉 这个有时都是我们的忽略 甚至我们觉得 我们慢慢做有经验 做得好 要交给别人做 又要教他 更浪费时间 他又没有我做得那么好 后来到有一天 到真的要交棒的时候 可能甚至乎有些顶占 我们会觉得不舍得 不愿意放手 因为的确在事奉纲位 已经很久的时间 要放手 要交给别人做 不是容易的一件事 有时不单止 是关乎到权力 或者面子的问题 始终因为对做开的事奉 有那份的情意 有那份的感情 很难去放手 但是神的心意 却是叫我们一代一代的 无论是建立门徒 或者在事奉上面 去代代相传 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学周 在提摩泰后书二章二节 其实继续保罗在第三至第六节 用了三个比喻 来比喻我们事奉的难处 他用了当兵 用了竞赛 以及奸重 其中一个共通点 这三个比喻 都是有困难 艰难 艰辛 在里面 我们要知道当兵 当然是艰难 竞赛也要有很严格的训练 都是不容易 艰重也是辛苦 但是保罗提醒提摩泰 亦都今天当然提醒我们 终言 无论建立门徒是辛苦的 事奉是辛苦的 但这个的确是神的心意 而神的心意 亦都要我们着眼 在将来的像上 以及去建立门徒的事件上 去完成它给我们的使命 也许会 该可疑的 和其他事件上 当兵十字架 当兵十字架